關於約翰福音第17章 我自己的默想 加一點點東西 我自己是一個大中華膠 我不會太堅持普選 也不是完全贊同激進民主派的行為 但我覺得 假如我們是一個有影響力在中央的目者 又或者我們要去內地傳福音才算 有時候好像最近很Hit這樣說 保持一個必要的沉默 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反而是一個智慧 但是有時候 你需不需要去幫政權說話呢? 甚至乎說話都不是問題 幫他出謀獻冊都不是問題 大家如遇到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可以選擇保持必要的沉默 你可以選擇去聲音 但是 如果要幫他說 以至到換取一個全方的方便 我不覺得這個是聖經的立場 例如我們在聖經裡面很出名 反對政府的人 由伊利亞 但是他徒弟在政府裡面 有一個很power的voice out能力 但當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同樣去voice out 以色列王 那些錯誤 聖經裡面 十七章說的是 叫我們 依靠得性的主 依靠聖靈 而不是依靠其他勢力 攀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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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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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